大家好,我們城市走路單元 今天來到這裡,國父史基館 那這裡呢,它的周遭環境就是一仙公園 就在台北火車站旁邊 那今天呢,很高興邀請到台北市立文獻館的導覽老師,林老師 老師好 主持人好 那關於這個地方 聽說呢,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前有來這裡住過 所以他這邊是一個歷史的場景 那關於這裡面的歷史故事呢 就要請林老師來為我們帶來專業的解說 那就麻煩林老師可以跟我們講說 今天我們這個,這裡好像有一個 以前它是不是叫做一仙公園 是的,沒錯 這裡的歷史故事可以追溯到1900 它在當時是日本時代一間非常高級的料理廳 叫做梅烏夫 那梅顧名思義呢,就是因為它在這個園區裡面呢 有種了很多的梅樹 那烏夫呢,在日文裡面的意思呢 它是一個有廣闊日式庭園的一個房舍 那當時呢,其實是很多的鎮商名流 他們會來這裡舉辦宴會啊,或是一些活動啊 我們從今天的照片呢,還可以看到 當時有一些舞獅表演 還有放氣球的活動 那我也有把當時的 找到了當時的一個樣貌的呈現 它的庭院裡面還有石燈籠 然後也還有它門口的一個樣貌在這裡 那可是呢,我們現在把這裡叫做 國父史跡紀念館 或是叫做一仙公園 這聽起來跟這個梅烏夫日本人的 好像這個料理廳沒什麼關係 那又是什麼原因呢 這就要講到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國父孫中山先生 他為了革命一生奔走 那他曾經來過台灣三次 第二次,1913年來的時候呢 他就曾經短暫的在梅烏夫裡面停留 他甚至在那次的停留當中呢 還贈送了他的墨寶 博愛兩個字給當時的屋主 那後來因為戰爭結束了啊 那日本人他們就被引陽就回去了 那回去的時候呢 就由國民政府來接收 這個就由國民黨他們接收為成他們的黨產 那當時在老總統的受益之下 因為這一棟建築等於是跟國父有很大的淵源 就把它重新命名為國父史基紀念館 那公園區就叫做一仙公園 那不過這棟建築其實跟原來的樣貌非常非常 可以說是已經完全不太一樣的 除了園區還有美術之外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當時戰後 其實整個屋設已經受到非常大的破壞了 那再加上因為鐵路的地下化 那地下化的過程中呢 就這個屋子等於是影響到了這個鐵路的這個 大概是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對沒錯沒錯 所以它被遷移了喔 它是由原來的位置往這個方向 也就是東北方 遷移了50公尺了 所以它原來是在那個方向 對差不多在那個方向 對這樣遷了過來這樣子喔 那遷移之後呢 這個庭院呢也變成 看遠方會有一個紅色的 其實是中式的涼亭了 就已經不是日式的一個庭院了 而同時建築呢也縮小了很多 也其實也是一個重新 可以說是重新建的一個的建築了喔 只是它在建築裡面喔 它放了很多跟國父有關的文物 墨寶等等的喔 所以它還是有它的一個價值存在 這個建築是從原本的 50公尺外的地方 它整個移過來嗎 其實它是改建了 就是建 對 那只是已經不是原來的了 對 可是樣式還是盡量造之下 對 盡量造原的 對 沒錯 對 某一個部分這樣子 對 那其實呢 不過有一點我倒是覺得還不錯的就是 它還是種了很多的梅樹 它還是保持的當時可能那個 梅樹庭園的感覺 所以像現在大家仔細看 還是有一點梅花在開有沒有 所以這個季節來到的時候 今天很可惜是因為下雨 要不然的話在這裡進來的時候 是可以聞到真正的梅香 對 而且你想想看這裡呢 是離台北卻在非常的近 是一個台北市最繁華熱鬧的區域 可是卻在這裡有一個鬧鐘取靜的花園在這裡 是非常不錯的一種享受 那另外我們還要提到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其實在當年大家都會說 這個梅屋夫當年是有異季培飾的一個料理屋 那這個異季呢 其實在當時這個算是普遍的一種文化 就像我們的台式酒樓裡面 也有所謂的異蛋培飾 像現在的大道成地區就有所謂的 當時的四大酒樓就有所謂的異蛋培飾 那這些異蛋或是異季呢 其實他們基本上是賣藝不賣生的 而且是要從小就要受非常嚴格的訓練 異季可能就是他要懂舞蹈啊 日式的那種傳統舞蹈 那像我們的異蛋呢 他要懂得彈奏取樂 然後他要會詩會作詩會作詞等等的 所以不只要長得漂亮還要很多才多 對 要多才多藝 可是這些女性說起來 他們也是蠻心酸的 因為當時那個年代是不重視女性的 所以這些女性可能是從小因為家境的關係 被賣到所謂的異蛋 以異蛋來講就賣到了異蛋間去 然後受老師的這樣子的培訓 這樣子的起來這樣子的喔 那不過在那個年代 這就是台灣社會的一種生活 一種文化這樣子 那我今天還帶了一本書叫做 《玉大典的台北六十餘丁案內》喔 那這本書是在昭和的三年 也就是1928年的書 那這本書有點類似我們現在的工商名錄喔 它裡面詳細記載的那一年的時候呢 台灣的就是台北 台北的這個商店名稱 那甚至官署啊等等他們的名稱 然後負責人甚至有他的住址等等的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這個欄位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有一個台北簡翻異記名簿 裡面就有梅烏夫 裡面就有把梅烏夫裡面的異蛋 異記說說異記他們有哪一些 然後名字它的藝名它的花名 本名都列出來喔 所以是蠻詳細的蠻有意思的一本書 那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 這要都可以去找出來 這本是蔣衛水文化基金會出版的喔 那有興趣的人或許也可以去搜尋 再去詳細研究裡面 還有更多有意思當年的故事這樣子 是 那我們這裡的介紹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謝謝老師為我們這個點多的導覽 謝謝大家 拜託